它具有温度高产量大的特点 在此之前保存完好的宋代龙窑很少发现 科家中宋代龙窑的发掘 在许多方面填补了陶瓷考古研究的空白 这个窑道揭露出来以后 我们经过测量 发现它有56米多 不到57米那么长 顺着山坡由下而上 利用山坡的自然的山势而建 这主要是运用了空气流动的原理 在山下 窑门在山下 在窑门火塘在下面点火 然后利用空气流动力学的 原理使火顺着窑道往上抽 相当于靠在山坡上的一个大烟囱 科家中古龙窑的结构显示 它是由窑前操作室、火塘、窑室、窑门以及窑床五部分构成 该窑的窑的窑头保存得罕见的完整 操作间里尚有沉落的霞拨 有的霞拨内还有尚未取出的瓷碗 火塘两侧窑墙保存高达1.4米 窑壁上有一层烧成琉璃状的窑汗 底部可以看见明显的黑色灰烬堆积 这是长期烧烤形成的硬结地面 摸上去仿佛如岩石 罕见的斜坡状弧形窑门 门道上发现多枚铁钉 显示可能使用了门框木结构 从龙窑的结构来看 科家冲古龙窑已经非常成熟 已经具备现代龙窑的各项功能特征 在发掘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大量霞拨和烧结的废品 在专家的眼里 他们透露出极其重要的信息 帮助人们了解到 科家冲古龙窑烧造技术中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通过对这些废品的观察 我们得知 樊桑窑在当时已经采取了 一波一气的这种装窑方式 这种装窑方式 使瓷坯子在霞拨里边 等于说是在放在一个 瓷坯子放在蒸笼里边 把它蒸熟的 在窑纹达到1200度高温以上 使瓷坯子能得到均匀的瓷化 避免了瓷坯子直接被火烧 说产生了那种活活不云 和颜色不云的现象 在当时应该是一种 比较先进的烧药技术 在龙窑前部还发现了房基 还有两个砖砌的深坑 它们有何用途呢 坑边有泥沙 坑底沉淀有较细的瓷泥 专家判断它们是过滤池 是当年工匠们反复进行筛洗瓷土的地方 这个细节让研究者陷入深思 古代制瓷工匠当时反复讨喜的是一种什么原料 可以稍造成功清白瓷呢 离客家冲古瑶只不过数百米的山南边 有一处地貌独特的山崖 当地叫翻车岭 主要由瓷石构成 这里应该就是当年最主要的制瓷原料开采厂 在中国南方如浙江江西和安徽等地 生产各类瓷石 瓷石可以单独用作制瓷原料 这种只用瓷石一种原料制作瓷胎的技术 就是中国制瓷石上所谓的一元配方工艺 在中国瓷石诞生后的很长时间内 它是我国南方地区窑厂唯一掌握的制瓷技术 但是这种技术有很大的局限 最主要是瓷石原料中氯的含量相对较低 因而瓷胎在高温烧成时 既容易产生大量的玻璃气泡又容易变形 同时难以拿到银润的油面 观察樊昌尧出土的清白瓷 却相当完美地避免了这些缺陷 专家据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 即樊昌尧可能采用了两种以上的原料配方 即著名的二元配方工艺 2002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在发掘研究的基础上 按照传统的制瓷工艺流程 对樊昌尧瓷胎及制瓷原料主要元素的化学组成 做了一份详细的理化检测实验 通过对樊昌尧瓷胎与制瓷原料元素组成的对比分析 研究者得出结论 樊昌尧瓷胎中铝的含量远高于制瓷原料中铝的含量 这种量上的较大差异 单纯依靠对原料的粉碎、淘洗、过滤等物理过程 是不可能达到的 只有通过在制胎原料中加入其他负率的黏土类物质才能实现 而樊昌地区确实存在类似高龄土的来源 因此可以肯定 以柯家冲古窑纸为代表的樊昌尧 采用了当地原料加高龄土混合制胎的二元配方的工艺 成功烧制出高质量的青白瓷 一直以来 学术界一般认为 首先发明二元配方工艺的是江西景德镇窑 时间在元代初中期 而樊昌尧兴盛于北宋 中国陶瓷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工艺二元配方诞生年代 据此提前了三百多年 在柯家冲古窑纸的发掘过程中 通过对窑床剖面分析 可以看见三道窑墙和四层窑底互相叠压 表明此窑道曾经被反复利用 最令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的是 龙窑最下一层堆积中 发现了具有五代特征的瓷器标本 在发掘樊昌尧之前 我们就听说过 南京博物院的著名的陶瓷专家张博生先生 有一个观点 认为南唐国南唐二领出土的瓷展 可能是樊昌尧的产品 那么我们在发掘过程之中 我们也观察了这一类的标本 我们也有这一个认识 认为很可能 这就是南唐二主礼遍李景陵墓出土的瓷展 展面平滑而浅 口言有轮廓 展底较粗糙 综合造型和右色特征 与樊昌尧出土的瓷展如出一辙 五代十国时期的樊昌县在南唐国境内 南唐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寒息在夜宴图 生动地反映出那个时代贵族们生活的常态 人们听歌观舞饮酒作乐 在这幅画中 樊昌尧的研究者们偶然注意到 画中一共描摹了三十二件瓷器用品 而这些瓷器用品竟然与出土的樊昌尧清白瓷十分神似 无论是荷花拓展 花口蝶 还是葵花口温酒壶 植壶等等 无一不呈现出樊昌尧清白瓷的明显特征 这韩蝎宅当然是南唐国的时候一个重臣 非常有名的重臣 他家庭使用的东西 应该很多东西都有很有可能 那是皇帝赏识的 至少那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到的 在画上看到他这个 有那么多的瓷器 一些酒具 茶具 什么东西 从那个造型来看 这应该是范昌尧的 因为在那时候景色 还没开始找到隐形词 寒息在夜宴图隐藏着的秘密 更加佐证了樊昌尧清白瓷的 烧制年代应该是五代时期 也就是公元十世纪左右 也更加证明 樊昌尧生产清白瓷 要领先于宋代才开始生产清白瓷的景德镇 从而 樊昌尧很可能是中国清白瓷的发源地 长期以来 樊昌尧在国内并不十分知名 原因是它的烧瓷历史非常短 从五代兴起 短暂繁荣之后 到北宋 南宋 距离樊昌不远 而各方面条件更加优越的景德镇窑 迅速崛起 同时期 樊昌高质量的瓷土资源 却逐渐枯竭 以至于最终消失于历史 隐藏在深山厚土之下 直至千年之后 人们才得以窥见它的真面目 怀念它创烧清白瓷 和创造二元配方质瓷工艺的辉华 三百年前 它从民间手工艺中孕育而生 它被誉为中华艺绝 一代代传人为它奉献毕生经历 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厚爱 请收看下期播出的纪录片 古运无虎之铁化 优优独特的编unuz 象律导人 code